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保温杯品牌Stanley在TikTok上的一支影片先前爆红,影片中一位女士的车辆着火,但Stanley保温杯却完好无损,甚至冰块都没有融化。 Stanley总裁莱莉回应影片后,宣布送给女士一辆全新的车,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。 Stanley是一个110岁的老品牌,以优质的保温杯而闻名,在社群媒体上拥有大量粉丝,并在美国户外专业市场成长迅速。 Stanley品牌的成功归功于三位女性创业者,她们在电商网站和Instagram上分享自己喜欢的产品,并强调品味和实用性。 Stanley保温杯能满足消费者的技术、功能和情感需求,因此引起了消费者的共鸣。 第二则新闻 科学家和企业家一直赞扬早晨习惯的好处,一致的早晨习惯能减少压力、提高能量水平,并增进工作中的生产力。 然而,每个人适合的早晨习惯不同,复笔式建议,能先尝试以总长30分钟开始练习,从身体、大脑和情绪三个环节着手。 首先,可以进行轻度的身体锻炼,如散步或瑜伽,来启动身体。 其次,可以进行意图冥想,设定一个意图,让自己专注于优先事项。 最后,可以注入积极的能量,例如写感恩日记或做一些有趣的事。 这些早晨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能量、专注力和清晰度,并开启一天的积极心态。 第三则新闻 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连续7G下滑,但预计2024年将回升,达到2.67亿台,增加8%。 AIPC是具备人工智慧功能的个人电脑,预计2024年AIPC比重可能达到19%,到2027年可能达到27%。 AIPC的优势在于可以在终端装置上进行AI运算,不需要上传数据,提升安全性和节省时间。 AIPC需要专用的晶片组或区块来加速AI计算。 台湾的IC设计、晶片制程、记忆体、零组件、组装厂和终端品牌都有望受惠于AIPC的订单。 第四则新闻 劳工纾困贷款将于1月5日开办,每人最高可贷10万元。 贷款期间三年,年利率2.04%。 申请者需符合四个条件,面临生活困难。 劳工保险年资满15年,无欠缴劳工保险费及支纳金,未曾借贷劳工纾困贷。 申请方式有线上申请,邮寄申请和零贵申请三种,申请者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 劳工纾困贷款期间三年,前六个月按月复习不还本,第七个月起按月平均贪还本习。 申请者可透过网络、联贵或邮寄方式向土地银行各地分行等金融机构提出申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